4月3日花蓮地區遭遇大地震災情嚴重 为了帮助当地民众早日走出阴霾从前家园 祖山秀船医院也攜手 前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与多个单位团体 发起了秀辛勤小农士级活动 来与花蓮正在筹募散款 我想南投在二十几年前也曾经经历过921大地震 所以这一次对04、03、4月3号发生的花蓮大地震 我们都感同身受 那我们祖山秀船医院秀船医疗体系的总裁 黄敏和黄总裁 他也特别交代我们前山基金会 可以发起这样的一个爱心市集的活动 为我们的后山的同胞 我们的这些受灾的民众 做一些爱心资源的目击 那这个市集也很感谢外界的支持 一起集气为花蓮的灾民来祈福 让他们的重建能够早日完成 修兴请小农士级活动的办理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响应 都希望尽一份心力 协助花蓮地区完成重建的相关工作 因为小时候也经历过921大地震 然后知道说地震的严重性 然后最近花蓮又发生了大地震 然后也感谢秀船医院有举办这个活动 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参与这次的爱心的活动 然后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这样 希望台湾的民众就是在 就是身体受伤的人要早日康复 然后再也就是这些天灾啊 就是平复 然后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 祝福他们加油早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过去921大地震中窗南头 此次看到花蓮也遭遇地震灾情 先远参门儿也相信透过各界的协力下 一定能够协助花蓮地区重建 让民众能够安心生活 今天来到我们竹山秀船参加秀心情市集 感到很温馨而且也很温暖 想起921我们都觉得心都很酸 那我们看到7.3级的地震发生在花蓮 这种心情可以说是无法言喻 那我们要感同身受 想到921我们南头泄民受到这么多的帮助 那么在此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协助我们花蓮 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赶快地勇敢地站起来 恢复到过去的安逸的生活 议长和尚峰肯定活动的发起 也感谢参与民众的爱心 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协助下 受到地震影响的花蓮地区 一定能够早日恢复往日的荣景 记者卢依凯竹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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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协助下